我们这个宁夏的活动 因为整天都要跟车活动 然后景区跨市 不能开着车去 然后要把半斤放在车上的话 从早要关到晚上 我们找了一个宠物店 我们把车可以停到这一排 对啊 现在没有位置 我们等到中午看有没有位置 他说我们把钥匙给他 可以给我们遛两次狗 我们再找一下附近 哪里有停车位近一点的 但是他在这里会好一点 对啊 最好是这两个车位最好了 不是这两个 这几个都行无处位了 我在监控中能看到 我们会两个探头开的 哦 两个探头 对 我可以给他调 没关系的 那待会这几个车走了 我就担心一个问题 他不走 白天无所谓 我穿上开着可以 晚上那个车窗开着我就放 不会的 那是厕所的小窗 厕所那个小窗人是装不进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开着那个小窗 床上的小窗 我们把厕所的门是打开的 他就会透气 白天就把两面大窗开一部分就好了 谢谢啊 有位置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位置的话 我们也会两点钟来 我们在周围再找一下 远一点的位置 先站着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虽然不能陪伴在半井 但是起码可以把家留给他 对啊 把我们的家留给他 然后他这是店老板 他也防着钥匙给他 也没事的 主要是我们开车 这个钥匙不给他就好了 只是给他生活区域的钥匙 我把这边窗给半井打开 这边也打开 我们把床上的被子 全部都放到主驾副驾了 阿龙在收拾这一堆东西了 我把厕所窗打开 这个窗打开 床两边都窗都打开了 我们准备要走了 我们把东西都收好了 然后上面也收拾空了 半井 是几点的飞机 我们5号过来接你 5号过来接你 知道吗 在车上好好待着 这是你的家 在车上待着 那就没事 半井 你现在看着家 看着家 半井 这几天就交给张哥遛你了 他就是刚开始 他就是刚开始喜欢跳舞 他拉着你走 他好大的力气 你就把你的狗粮 就是今天晚上拆了尖着 我们那个狗粮给他喂吧 行 好 我们去把东西再收一下 阿龙把箱子拿下来 他应该一会就要来了 我们给半井喝这两汤纯净水 三桶这里还有一桶 对 哎呦 小心 慢点 哎 狗狗还是逃不脱寄养 只是这次寄养要好的 半脱养 半寄养 就是上门服务 这叫上门寄养 这次是半井被上门寄养了 还好一点点 淘气的很 一会我们就走了 半井 5天后4天后 4天4个晚上 4天很快的 别在车上拉屎拉尿 抱负我们要乱扛 听到没有半井 他抱负心很强的 我们现在叫了一辆滴滴车 准备和活动方会合了 半井 半井在这里吗 半井 半井你下来吗 下来这里 来 再见了 我们晚点回来见你了 5天 4天 4天回来见你 我们现在走了 然后给老板加了50块钱 让他每天给我们溜三次 溜半斤三次 然后他会每天给我们拍视频 每六一次都拍 那就爱心一点了 那里刚好有树荫挡着 车也不热 就在树下面 主要是我们要去三个城市 他活动也不允许这个车跟着 为了安全保险期间 而且跟车也挺麻烦的 万一堵车 全部都大部队都进景区了 你还在那里停车 倒车 对啊 选车位 找停车位 对 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入住房间 我们来得很晚 他们都走了一批了 我们这鸭鸭是最晚的 对 最快活 来吧 这房间真大 好大的房间 赶紧收东西吧 收东西 我拿上拖鞋 换了短袖 穿了拖鞋 阿龙也穿拖鞋了 把这个水带上 我们赶紧走 阿桑房卡 嗯 走人 你摸镜没戴吗 你没戴墨镜 没有 走吧 这么大黑眼好像需要戴 对啊 你走了对吧 对对对我们等你下去 我们下去等你啊 我们下去等你啊 你在这里等他 他那个叫高原也要去吗 高原应该要去的 主动把穷子都换着 对啊 他们说的要换裙子 他们说要穿长裤长袖 是啊 其实穿裙子好 拍照好看的 其实 那个意思是你戴华一烧 现在走了 听说要拍沙心孔 所以我换裙子 不错 他就已经去 我接下来 就已经去 不错 不错 我也沒跳